海贼王最新画草帽团 相再次及其肯定不容易 而关键的在于陆飞遇到的那只肺肺王 肯定对陆飞寻找那美等人有着重大的帮助 而今天也星期二了 距离海贼王下一把更新 也只有两天的时间 同时今天在贴吧上看到了一组情报图 跟之前的情报图简直一模一样 画风是同一个人所画 昨天看到的情报图是陆飞大战凯多却不低 而今天的情报图更加有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从昨天的情报图陆飞被击败后 罗和基德变得谨慎了 必须实施自己计划才能有办法击败海多 于是罗和基德两人联手起来 这招威力肯定是不容小事的 千万不能小看基德哦 罗利用手术果实的弱 来转移基德的攻击范围 而基德所展示的招式 在海贼帮中是没有见过的 可以说这肯定是终极绝招了 毕竟对方可是最强生物百兽凯多 只要你稍有不慎 就会一命无辜啊 所以只有发动最强招式才有机会赢 基德这招式亮钻 我很期待 他究竟能把这位杀不死的四皇凯多怎么样 会不会跟陆飞一样打不动他呢 在关键时刻 罗指小凯多一定会进行防御的 于是必须来个措手不及 从上面的情报屠罗 利用了一块小石头来转变 矢量钻的攻击范围 一言不合就开打 凯多根本就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技能 一脸猛逼地等着矢量钻攻击自己的身体 当凯多心里肯定不紧张的 那他如此强悍的身体 从一万米高空跳下来 都只是酸痛而泄 就这样的一个小武器 估计只会挠痒痒吧 终于成功击中凯多 为了这一招罗和基德 都不知道准备了多少时间 我们可以从上面的情报屠看出来 基德的手臂击中凯多的头部 但是手却碎成一地 但是凯多居然流血了 是的 你没有看错 真没有想到 这招矢量钻的攻击力 究竟有多恐怖 毕竟在之前可是没人能伤害到他 就连海军大将或者是大监狱的行刑 都只会被凯多强悍的身体都弄碎 自己的身体流了血 连海军都不敢相信 看来是自己小瞧了这群超新星 必须拿出真四皇实力 来吊打这群超新星 我